北京警方宣布 5月27日 北京警方宣布 對金准醫學檢驗實驗室進行立案調查 根據警方介紹 自今年4月25日以來 金准醫學檢驗實驗室為謀取非法經濟利益 違規將多區採集的五混一、十混一的核酸樣本 採用多管混檢的方式進行檢測 人為稀釋樣本、影響檢測結果的準確性 涉嫌犯下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目前該公司法人黃某某、藍43歲等17人 已經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這已經是一週內北京封查的 第二家第三方核酸檢測機構 在此前 北京撲石醫學檢驗實驗室 已經被當局吊銷執業許可 實驗室實際控制人周某某、藍38歲 法人某某、藍37歲等6人 涉嫌防害傳染病防治罪被捕 而北京防山區衛健委副主任楊大慶 醫政科科長進長浩、醫政科三級主任科員 刑曼 也因撲石醫學檢驗實驗室案而遭到調查 駱藏 藏